大家好,我是佛祖宋小妹 大家好,我是佛祖宋小妹 我是佛祖宋小妹 我是佛祖宋小妹 两包 什么东西 口水果金面 怎么有这样的果金面 干吃的吗 干吃的,我看着是干吃的 那边写了 无蜡不关 这怎么开口了 哇,那个已经乱掉了 是啊 我们的东西怎么掉着 那你尝一下坏掉没 应该是 估计还能吃吗那个 是不是都皮了吧 没皮 还挺脆的 还能吃吗 能吃 能吃的话我们就吃那一袋吧 那一袋已经烂掉了 好 这个的话我们就先不拆了 这一袋挺重的是吧 哇,好多呀 我都很好奇它为什么会烂掉 应该是没有蜜蜂好 哇 这不是那个干脆面小面块吗 那种是吧 特别好吃特别脆 香辣味的 没有那种拌的火鸡面辣 不算太辣,就是普通的干脆面那种是吧 只不过这种做成面饼啊 小的面饼 吃起来倒挺脆的 这里有一点开口 但是没有影响它这个口味 这是我刚才给花辣了 应该有可能 刚才你开箱子的时候应该滑到了是吧 嗯,是这样的 刚才是这样放的 哦 哦,那是我的原因 我用力过猛 这样不过 口味真的很好吃这个 哇,是香辣味 跟我们平时吃那个魔法式啊 还有那种 小当家 小当家这种 小白鸡的干脆面 好相似啊 跟那个差不多的 我感觉跟小当家好香啊 我后味有点微辣 很够味的 哇,真的很好吃 其实那种消钱小零食这种 跟那个我们平时吃那个火鸡面 完全是两个味道 真的不一样 不一样啊 那是甜辣 对,香辣 这属于是干脆面系列 哇,感觉吃的有点 上瘾是吧 又吃又好吃啊 吃一块拿一块 吃的我都听不下来了 听的声音都吃着好过瘾啊 嘎巴嘎巴的响 还有十一个听起来 嗯 你不是喜欢追剧吗 没事 冰天追剧的话 吃了一个 下次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就这样 拿一个再吃一个 那这样的话 我感觉一天两包不给你吃 两包的话一天你都能吃完 对吧 那这一会儿就吃了半袋了 对,咱们两个这会儿 边说边吃也吃了不少了 主要是这个太香了太脆了 那这一包咱俩就慢慢吃吧 那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口水的火鸡面 就先吃到这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道 记得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们想要好吃什么 或者玩什么的话 记得下方留言告诉我 哈喽拜拜